我們目前全球氣候變遷越來越劇烈 各國各地也都災害越來越嚴重 所以聯合國為了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所以特別制定了SDGs的17項目標 那我們台灣當然也不能例外 所以我們目前所推動的綠建築標章或者淨寧建築 其實也都是跟聯合國所推動的SDGs17項目標 我們是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希望跟世界各國大家共同努力 來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淨寧建築的發展目前已經是全世界大家共同的目標 所以未來我們除了政府要結合各部的力量共同來推動之外 我們也希望民眾能夠跟我們政府站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來努力 所以我們建議民眾未來在選擇各種電器用品的時候 能夠盡量地去選擇高能源效率的這些電器設備 住宅不動產的選擇上面 也能夠優先去選擇具有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以及建築能效標示的這些建築物 能夠鼓勵跟督促我們國內的這些不動產業者 能夠開發更多節能減碳的這些建築物 我們講說建築物的節能減碳大概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營運碳排 建築物使用過程中耗能或碳排放 那現在的低碳建築講的是蘊含碳 就是說我建築物蓋好了 它的碳排已經發生了 那它的重點是在於建材跟我的施工方式 它的碳排我要怎麼樣才能進一步做到節能減碳 其實達到淨零不畏乎就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先做深度節能 再來就是補再生能源 那深度節能的話其實我們說節能不是個新議題 不外乎是要空調節能要照明節能等這些 不管是一般民眾或者是設計師 他們會常問到的問題就是 隔熱保溫怎麼做 家裡的內牆比如說你有西塞麵 做這個延免用這個清隔間的方法 可以的話當然我們在外面加一些隔熱材 這個隔熱保溫的動作進去 它不只是在夏天可以幫助我們做隔熱 在冬天也可以讓房子更保溫 那就要探討就是說 我能不能扣過一些比如說管理的方式 比如說智慧化的這個能源管理系統 在不該開的時間就不要開 把能源的使用效益最大化 這是我們在講深度節能的部分 第二點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既然是要講靜靈碳排 那我們在做積極的節能之後 我怎麼才能夠達到靜靈呢 就是要用再生能源來補了 在工法的部分呢 其實比較建議的就是說 我們把一些重要的創能系統 比如說太陽能系統 跟建築設計來結合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變成建材 讓它跟建築物可以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讓它變得很好看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認為是下一步 我們做建築設計的時候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會希望說深度節能盡量做 盡量利用任何條件去做再生能源 在整個靜靈過程中呢 一定是朝著這兩個大方向去走 循環建築編自於一個概念叫循環經濟 那循環經濟呢 其實是走向靜靈一個很重要的策略之一 我們講說靜靈有四件事情 一個是靜靈碳排 一個是靜靈耗能 一個是靜靈耗水 一個是靜靈廢棄物 我們要鼓勵這個建築的建材 本身已經含有循環再生的建材 之外呢 要把它設計成容易拆解 以便未來可以容易再利用 如果說這個建築物到最後呢 還有建築廢棄物的產生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盡量百分之百 被拿回來再利用 比如說做成新的建材 再到一個新的建築物裡面去 這事情要在短時間內做了有效率 大家一定要協力合作 打團體戰 我們在民間也觀察到 很多廠商願意來一起協力合作 把這事情越做越好 從裡面得出一些好的解方 那我覺得政府就應該是可以去 把它們複製到甚至是公共工程裡面去 建研所他們其實也有在思考 把相關的這個學習地圖 把它規劃完 那我們也很期待 因為近年探擺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營建業的進步的速度 越來越快了 那我們也希望國內這方面的產業的速度 可以越來越快 甚至是我們可以去輸出到海外去 我想我們推進行建築對民眾的好處 除了可以結成這個店會的支持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是可以協助來確保 我們民眾的這個生活品質 另外我們政府也會鼓勵 我們國內的這些金融機構 那對於民眾購買 具有淨寧排斷標示的這些建築物 那未來會給予他們更好的 更優惠的這個貸款的條件 比如比較低的利息 或者是比較高的這個貸款的額度 我想這些都希望能夠 來鼓勵民眾 大家一起來支持 至於民眾的貸款 而外界就是在那裡的景色 要保存用來新選擇撰的